神秘的野象谷 野生大象为何在这里频繁出没 大象就在我们身后 和平还有一公里的身后 野象面临四身危险 人们如何亲力救治 大象又能否转为为安 野象谷 人像之间将演绎怎样的爱恨情仇 野象谷 野象蓝 左边中国正在播出 观众朋友您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走边中国 2015年的3月4号 英国威廉王子抵达中国云南进行访问 他当时还特地造访了位于西双版纳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的野象谷 并且和那里的野生亚洲象 进行了零距离的接触 亚洲象已经被列入了国际兵威物种贸易公约 也是中国一级野生保护动物 现在中国境内的野生亚洲象总共有300多头 全部分布在云南省 而在野象谷就有70多头 那么为什么野生大象会在这里频繁出没 他们在这里又享受到了哪些特殊的待遇呢 跟随我们的记者一起去看一看 在西双版纳茂密的热带雨林中有一条河 河水流过的深谷中经常有成群结队的亚洲象涂沫 他们饮水稀耍 宜然自得 当地人把这里叫做野象谷 我们试着前去探寻这些亚洲最大陆地动物的行踪 然而 陪同我们的当地林业工作人员却告诉我们 由于野象觅食不定的细心 许多人等上一天 甚至几天都不一定会见到野象 我们不禁有些担心 这一次我们能近距离地接触到野象了 矮喊路是野象谷野象观测保卫小组组长 为了保护野象 野象观测保卫小组 必须随时观察并通报野象的行踪 往往要深入到丛林中 去寻找野象的踪迹 我们决定跟随他深入野象谷 寻找野象 可能是昨天可能是今天早上 还有这个 这个是那个实验藏了 实验藏了 它就不一样 对这个已经干了 对这个是干了 经过那个下雨 这有好几堆 对对对 这边也有一堆 对对对 公民这块就大象活动的还是比较频繁的 在艾罕路眼里 野象的粪便就是宝贝 通过对粪便的观察分析 能够判断出野象活动的大致路线 一起寻找野象的 还有西双版纳自然保护区蒙养管理所的工程师 王斌 他会用工具 对发现的野象痕迹进行数据记录 对野象的活动特征 做出更准确的判断 这一个脚印 能判脚印 咱们会做些什么样的工作呀 我们会 不然我们先量它 先采量 它的 痕迹的这个框 它有这些特殊的设备是吧 就是 这是做什么的 机片石 机片石就是拿来打点的 然后 解释一些什么数据 然后就是 可以读出它的精度 纬度 还有它的海拔来 就是知道 我们就知道这个脚印 我们是在什么地方发现的 我们就 把这个GPS的这个 就是点 然后最后 录入我们的那个GS 就是那个地理信息系统以后 我们就能够 把所有的这些大象 活动痕迹 在哪些地方 我们可以通过这个 地理信息系统来 展示出来 就在我们向密林深处行进的时候 观测保卫小组 由队员打来电话 已近半个月 没有见到的野象 今天终于露面了 十点钟以后 它从这边 蕭坛那边过来 然后我们下来河道 游客太巧了 然后它一顺着河道往上走 现在估计在蕭坛那边了 是吧 那我们能拍到吗 估计可以 拍到 那边 走走走 走走 走走 一村了一村了 河边还有 河边还有 一公里的十五团 当我们追上这群 正在密林中行进的野象时 一头野象 意识到我们的跟进 警惕地向我们这边张望 大象就在我们身后 我们小心翼翼 放轻声音 以免惊扰到他们 那一头 就是那条 有点实实的 非常实实的那种木杂 对对对 这应该是他们的头像 你看它 它的那个 它的那个 就是一片呢 有一个大大的一个 鹿包 就是叫大鹿包家族 大鹿包家族 对 野象是群居性动物 在野外自然状态下 大多以家族为单位 集体活动 每个群体 数量几头 或数十头不等 有单个 或多个家族做成 每个象群 有母象作为首领 它们现在是把小象 全部围在中间 哦 前面大象都是 因为 把握小象意识特别强 对 因为它们发现危险 发现危险 我们现在整个 这个是个威胁 对 你说我们离婚 这么近 我们得注意点什么事 这个没事 因为我们是在这个 上面 因为我们在这个 跟他们是 以前是分开了 我们就在高空 如果是 如果说我们在底下 那就那就 危险了 那就太危险了 我们摄像机的距离 与它们相距不到十米 如果在丛林中 这么近距离遭遇野象 它们绝对会对我们 发起毫不留情的攻击 这些有可能有规律吗 就是它为什么 它就会出现呢 像这个像它是 它是这样的 因为是 旁边这边天气 比较干少 比较少一些 但是我们的相互 更多一些 原来 大象在选择自己的生活环境时 会考虑 食物 水源 和场所隐蔽 这几个因素 而在野象古一带 食物丰富 水源充沛 茂密的森林 又为大象提供了 较好的隐蔽场所 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 使得这里 成为亚洲象 活动最为频繁的区域之一 而野象观测保卫小组 和当地林业工作人员 对野象活动的 及时观测和预报 也为野象 营造了安全和平的生活环境 这里已经成为野象 与人们共处的一片乐土 在野象古 还会看到一种特别的景象 每天清晨 一群大象 都会被放牧到附近的丛林中 觅食 场面非常壮观 这些都是因为受伤 被西双版纳 亚洲象繁育基地 救助的野象 在这里 每一头大象 都有他们特殊的故事 这头叫然然的大象 活泼可爱 跟人十分亲近 谁能想到 他曾经严重受伤 差点就丢了性命 您来看这张照片 英国威廉王子 正在喂食的这头大象 就是刚刚节目里头 出现的然然 你看他多可爱 吃了威廉王子 喂的胡萝卜 还友好的和他握手 2005年 当时还只有两岁多的然然 在野象古当中 是被兽甲所伤 被人们发现的时候 他的伤情已经非常严重了 伤口身见骨头 严重感染至肌肉腐烂 随时可能危及生命 野象族群里最脆弱的 莫过于未成年的幼象 在热带丛林当中 幼小和体弱的野象 常常会遭到各种伤害 在这种情况下 对受伤的野象 进行人工救助 对他们进行特别的护理 就成为亚洲象保护的重要手段 当时为了挽救然然的生命 各方人员可以说是亲力救治 我们的记者也采访到了拯救然然的亲力者 他们对于那段经历还记忆犹新 刘德军 刘德军为了近距离接触亚洲象 他已经在野象谷生活了十几年 参与了好几次对受伤野象的救助 小象八一 小象辣辣辣 小象阮辣辣 小象龙肉 我参加六个 其中让他印象最深的 还是救助小象阮辣 2005年 他和村民在山里碰到了一个野象群 其中有一头小象一瘸一拐 经过仔细观察 他们发现 小象的腿被受伤夹夹住了 根据他们的经验 如果不及时治疗 小象就有生命之用 于是一场抢救小象的行动开始了 经过紧张而短暂的商议 他们确定了 先把小象与象群分开的行动方案 他们用这样的方法 驱散象群 终于使一拳一拐的小象脱离了队 二后又用麻醉枪把小象麻翻 抢救人员一拥而上 一番忙碌之后 终于取消了小象腿上的兽家 然后又对小象的伤口进行了紧急处理 在医治小象的过程中 刘德军还被小象劈了一脚 你看 哦 这是踢的你 就是他受伤的那个脚 有其他三个脚我已经给他固定了 因为这头受伤的小象 白自大自然 人们就给他取名为然然 被救回来的然然 却对救助他的人们怀有敌意 毕竟是他们是他脱离的亲人 给他打针 清洗伤口也是很疼的事 那段时间 刘德军他们对然然悉心照料 换回的经常是然然恶意的抱负 我被他吓到过一次 那个时候是体面解开了 我在去接触他嘛 在经济里的去 喂他东西啊什么的 然后我知道他要打我了 但他一般是用鼻子打了 那我就知道了 双手用力抓住他的鼻子 鼻子打不出来 然后他就 用头这样 用这个鼻子 这个上到来就是这个鼻子 你接着说 我也不知道当时 他们会有那么快的痕 然后我往后出 要不想到 如果速度慢一点 肯定被他顶在那个墙上 因为我离那个墙子 记得很近 就能给你顶到墙上 顶到墙上就脱碎了 他就让不开了 两位都是硬的 来 后来 然然来到了 西窗反纳 亚洲巷繁育基地 野兽的本能 仍让他表现出强烈的评意 刚刚救他时候 可不是见 你别看到是一只三十堆的小象 它还是攻击性特别强 因为我记得当时 就是第二天 救护到了 第二天 我们也想办法用筒 因为是给他喂的水啊 或者喂的这个水果 他就不理解 他用鼻子 鼻子把那个饲料盆啊 筒都全部给摔碎了 因为是说的筒 现在好啊 现在可以随便地跟着你 因为他对你产生很 很深入 可以 我们深入的感情 但是我们现在一个 我们每天做些什么工作 每天早上 都要把它带到上山野外去 所以就野化性 让它到野外 就恢复它很多的功能 因为就是希望它在野外 最终各种它吃的东西 草啊 树叶 就是它能够恢复到 以前最好的状态 在人们的精心治疗下 然然受伤严重的左后腿 终于恢复了行走功能 但依然留下了 触目精心的疤痕 左后腿这个位置 你看 前前后 就是这么大的一个铁夹子 夹得起 而且那铁夹子它 就是会特别紧 它走路以后都没一块 就是它就扣得就非常紧 就不成一个 它不会自然地脱落掉 必须要 就是用铁夹子 现在还有这么大的 对对对 还有后面 它很友好 现在是 大家会感谢什么 就是 这个意思是 谢谢 谢谢 对 现在 然然然已经13岁了 在基地快乐地生活成长 繁育基地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们 要救出一头在野外受伤的大公项 危险和困难更是无法想象 危猛的公项昆六 五年前 因为和别的公项打斗 严重受伤 又眼失明 我们不敢靠近它 对吧 就是我们现在 我就说你接近它没有事吧 还是有一点 你也不能 你也不能接近它 是吧 一定可以 它对你还是有点抗拒 是吧 那你喂个它 比较喂个胡萝卜 可以 可以 你看 因为当时 我们老是给他打针 刚才收业 干什么 实际上他对我 他距离特别好 对他距离特别 不是 他这个背身是 是什么反应 哪个 他转过身 你看 转过身 现在他对你们是一种害怕 对我们的园长 来来来 而且特别对我 特别不喜欢 你打针嘛 对对对 这个可能还要再过一段时间 然后 但对我他可能 接受 他就不一定往前接受 但对四眼影 现在是没有问题 在野外 公项之间争夺配偶的战斗 是非常平常的事 激烈的打斗 令战败者 落荒而好 有的公项 象牙被折断 当时 坤六在打斗中 意外失足 跌落山谷 导致他的伤情 更加严重 就是我们后来判断 他很应该 就是相互 跟公项 跟公项之间 争配偶 相互打斗 然后他就意外地 从那个八十多米的一个山谷上 就摔滚不下来 所以这么大的象 你想 你看 几净中的象 它滚八十多米 它下来就是对他的伤害 是非常大的 2010年 巨大威猛的坤六 不幸坠落山谷 受伤严重 严严一息 平常在野外 要靠近公项 几乎是不可能的事 不过这次 这头公项 确实伤得不轻 也像如果他不受伤 的房间 是根本不可能经济地靠近 甚至还去帮助他 摸摊一下 是不可能的事情 那连由他也知道 我们的方法 主要是体力的问题 他应该不知道 主要是体力的问题 那还是因为受伤 有体力的问题 当时 人们只能用套锁 帮助他勉强站立起来 救助的人们 又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才向他运回到繁育基地 进行救治 对于这样一个庞然大物 用药是相当困难的事情 大象医生保明伟 想尽了办法 想起很多办法 用吹管 是吧 把这个药袋 尝掉了食品 慢慢地调 它为药的方式 要不断地变化 你药品不能变化 剂量不能变化 但是 它的食物必须要变化 今天用这个水果 明天可能用干燥 今天用鲜椒 不断地变化 因为它的绣椒很灵敏的 然而 给坤六打针 是件非常危险的事情 你打的时候 用你食品 要的比较长 它的用量比较大 你这个大象的用量 用药的话 它是根据体重来计算的 它不是说像是可能一瓶两瓶 那不是这样子 跟你体重 就像这个大象的话 一打就几十瓶 可以这样 一打几十瓶 对 因为它体重大 你可能跟大象打交流 就是一种非常危险的 非常危险的工作 所以但是你要操作 要相当的精神 操作就不能乱 对 反正它疼了 对 它疼了 它不知道我们要救它 它都以为 可能以为我们在伤害它 可能会要好一点 你想起办法 但是打针的话 用吹管的话 可能你这个吹管注射器 就要的数量就比较多 是吧 因为你打进去了 它一弹 它可能用鼻子 或者用尾巴一甩 就浪了 就摔去了 摔去了 重新再打 因为必须保证 它是永远的剂量 昆虑 来 这个昆虑 可以说这是有攻击性的 对 可以说这个像是 哇 他像这样的帅哥 长得非常好的一只大象 那这种像以后 做总工像 它又饮食民 但是不影响它 完全不影响它 做这个总工像 这种能力还是有的 除了为野象 营造安全的生长环境 救助受伤的野象之外 野象保护工作 还有一个重要的内容 那就是减少村民 和野象的冲突 野象的饭量呢 是大的惊人 一天需要花18个小时 来采集食物 每天吃掉的食物 重达300斤 一旦他们吃的东西不够了呀 他们就会 向别的山林转移 在路过庄稼地的时候 已经成熟的农作物 自然就成了他们的选择 那这个时候呢 野象与人 就会发生冲突 为了解决大象吃饭的问题 减少对农作物的损害 有人想出了一个主意 给大象办食堂 就在玉保护区乡邻的 大多港乡关平村 三个月前 村民王小安家里的庄稼地 刚被野象光顾过 冬季的包裹 被那个亚集厂层 那个保护器里面 出来以后 就我这个下来 吃掉了 你上从哪下来的 对对对 我那个地区下来的 这就是大象走过的地儿是吧 对对对 这都是毁坏的 等于说 对对对 这个都是大毁坏的 这是大象拨过的 是吧 对对对对 这大象拨过的玉米 不好的玉米 它就不吃了是吧 不好的 不好的玉米 不好的玉米它就不要了 这个太不宝嘛 它就宝不特别的 八地儿太小了 对对 因为这个玉米小嘛 它不好补 对对 它不好补 我们不外看 这玉米果然不是特别好 对对 它是好的 生态环境的持续改善 使得中国境内的野生亚洲象数量 也在持续增长 与这份喜悦相伴的是 野象也开始影响到 当地居民的农业生产 一旦食物不够充足 野象就会离开保护区 向别的地方转移 有的野象甚至可以一路跋涉到几百公里外的地方 这片我们现在看的 这片就是那个被大象经过之后 采它的那个香蕉 香蕉林 香蕉林 香蕉 然后我看到中间的比较稀疏 然后边上也比较稀疏 就是等于说大象把这边都已经给 采坏了 或者吃掉了 没法恢复了 然后是边上 这是我们老百姓种的玉米 这块也是大象把它吃了 吃了就损坏了 行进过程中 野象除了对农作物造成损坏 甚至还会危及百姓的生命安全 2014年 云南省至少发生了六起 野象肇事 致人死亡事件 那么 如何避免 人与象之间的冲突呢 这个食物园基地呢 也是解决人相冲突的一种方式 就是我们在 也是在野象经常出没的地方 种上他喜欢吃的玉米 还有橡草 还有这个芭蕉 香蕉 就是他呢 尽量减少它 跟这个村在结束的机会 这也是一个常识 我们来到西双版纳自然保护区 芒养管理所建设的大象食堂 进行实地探访 这块地咱们比较重的是一些什么东西呢 玉米 高品 玉米 中边去 我看那边是否已经呢 已经发出来的 大象食堂的管理员 袁树平告诉我们 这个季节 玉米刚种下去 还没长成 玉米是一年艺术的作物 九月份 玉米成熟的季节 象群就会如期而至 像咱们那个基地 它为什么 就是咱们这专门种了一个这样的地方呢 知道我们水的通道 知道是水的那基地 通道 知道 所以大家常从这通过是吧 什么 我们下的上来 上的下来 相当于 四年把放的回来 相当于这个地方就是 团的一个 就是 继续要走这个地方 因为旁边的老百姓的地里面 它有一个东西 然后这个庄家嘛 它是同步成熟 不是 它有成熟的话 然后我们这个地方 然后来 大象来吃 然后不碾它 它就经常来 如今 这里已成为 部分野生大象的乐园 每当农作物成熟的季节 野象们就会来此 享受专门为他们 种植的家肴 这也为周边的村民 享受农作物 赢得了时间 在过去的二十年里 由于中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 保护野生动物的措施 野生亚洲象的数量 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 一百七十鱼头 发展到了今天的三百鱼头 但由于种种原因 野生亚洲象的产载率非常低 保护者就采用人工辅助 进行自然繁育的方式 帮助亚洲象的繁衍 这头小象的诞生 也让亚洲象的保护者 看到了帮助亚洲象的 又以希望 经过一天的山林放养 大象们还会在工作人员的带领下 在河中喜遇玩耍 这是大象们最喜爱的娱乐活动 看着这些可爱的大象 在水中嬉戏 救护饲养他们的工作人员 也被这种愉快的气氛所感染 这构成了一幅 人与大象和谐共生的美好画卷 这是一张国际爱护动物基金会制作的海报 你看它是把小象和妈妈的对话 做了很拟人化的表达 小象迫不及待的和妈妈分享 她长牙了的喜讯 但是象妈妈怎么也开心不起来 确实在不法分子的眼中 象牙是珍贵的财宝 也正因为如此野象频频的成为盗猎者的目标 而就亚洲象来说 它产载率低 生育周期长 因此非常容易灭绝 野生亚洲象的保护工作 仍然任重而道远 让我们的共同努力 为亚洲象提供一个避风港 让他们幸福的生活下去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 感谢您的收看 明天同一时间再见